推排切割演示 原木横截 靠板前后使用 加入木料操作 原木垂直切割 靠板左右使用 首先切割使原木料有一个水平的基准面 使用同样的操作方法 让原木有左右方向的两个基准面 演示操作原木直径为22公分 使用锯条为19毫米宽双金属锯条 为节省时间 此处视频加速 请客户注意 订后切割 移动机密靠驰 选择好需要切割的后部 靠驰梁端固定 推动推排木料进行切割 强悍的机身 进口双金属锯条 直线导轨 为切割直线度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该款推排 设计合理 安装简便 并且最大程度上的降低了成本 标配推排切割形成为70公分 切割厚度最大为27公分 不使用推排时 可卸掉推排 进行正常的直线 曲线 以及工作台摆角切割 十分方便 推排导轨可以加长 具体成本价格请咨询客服 对于小尿原木加工 切割泡墨 取合 布料等 推排款是很好的选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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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您的观看 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客服 祝您生活愉快